大家好,我叫斯凡克 我曾经有机会在北京和青岛留学 在中国生活拖宽了我的视野 让我改变很多我的想法 而且我在北京生活的时候发现 如果两个人之间 没有任何同一种语言可以用来沟通 就完全没有办法交到好朋友 身为语言不同也可以成为一种障碍 因此我认为 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可以让你能突破原来的世界 进入到新的世界 毕业后我非常担心在德国 我的韩语水平会很快退步 所以我开始拍视频用中文 跟中国朋友们分享一些德国文化 今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一个特别的德国的饮料 我发现用自媒体可以很有效的促进 跟中德文化交流 还有增加中德友谊 东北才 那是很像英文 我还是很高的 我还是很高的 祝你们中秋节快乐 快乐 快乐 比他更快要哭了 你看 你看 快乐 因为我刚才要哭 哈哈 中文就是我们的那个新的游艺的基础 在我看来 这几个星期就是一个突破的感觉 韩语是实在在的充当了乔的角色 把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联系在一起 对我来说 这就是学习语言中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震撼不震撼 给你们看一看 耶 耶 耶 你是中国哪里来的 江西海京 我是青岛人 哦 我的天 刚刚还遇到了一个青岛朋友 哦 所以我们指定 我会青岛的时候一定要一起哈吉 哈哈 吃嘎啦 对 嘎啦 我觉得这就是汉语桥的一个意思 这座桥不仅连接了中国和别的国家 也连接了我和外面的世界 这也就是在我熟悉汉语过程中的最珍贵的成就 祝愿我们的汉语桥越棒越强 再见 再见